从前有座山,它的名字叫月秀山 山下有块好大好大的草地 山上有座好高好高的塔 它的名字叫中山气面碑 气面碑老爷爷会想故事 故事的名字叫月秀山 嗯 我生活在一个繁华的都市里已经很多年了 我住在这座城市的中心 一个绿树环绕的公园山顶上 从这一点来看,我的居住环境十分的理想 哦,我要告诉你们 我的名字叫中山纪念碑 我的诞生是为了纪念一个伟大的人物 这些伟大的事情 但是今天我想说的与这些无关 我的生活原来很平静 直到很多年前的一天 我的家里来了很多人 有工人,干部,教师,学生,解放军 他们在我的家门前挖了一个很大的坑 当时我很不理解 直到这个坑越挖越大 慢慢地露出它的形状 我才知道这是一个体育场 在庆祝体育场落成的那一天 这里来了好多人 他们在这唱歌跳舞 这时我才意识到我平静的生活即将发生改变 并且我未来的日子 将与一项运动发生紧密的联系 很多年过去了 我已经是一个球迷 我知道关于广州足球的许多秘密 今天我决定把这些秘密说出来 因为我很高兴 广州足球又找回了曾经的光荣 我知道对于这座城市的足球来说 他们还有一条很长的路要走 但是我还是忍不住说出行中的秘密 就像那些尘封已久的档案 应该已经到了解密的一天 其实对于许多关注广州足球的人来说 这些已经称不上秘密 下面我要说的东西 确切地来说也不能算是故事 它仅仅是一个球迷 对于这座城市足球平静的叙述 或是一点关于足球记忆的片段 遗憾的是我已经老了 对于过去的许多事情已经记不清了 我还是从1993开始说起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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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只愿意冠名赞助 并不愿意完全接受球队 所以注定相学制药只是一个过客 因为职业足球的制度 要求球队要以公司的形式注册 这也意味着广州足球 必须告别计划的体制 广州足协托管广州队的历史 将宣告结束 一场变革实在必行 但是因为没有企业愿意接受广州队 职业足球只是一种变了味道的称谓 那是一段很无奈的日子 我常常在寂静的时间里思考 广州足球的未来 曾经刚为天下先的广州人 却在足球方面举步维艰 无奈之余只能一声叹息 最终广州图协不得不放低转让球队的门槛 一间来自东莞的企业才有了接受的决心 时间已经是2004年的春天 每年这座城市的木棉花总是用最灿烂的笑容来迎接春天的到来 2004年 日日拳集团以象征性的一元钱拿到了球队的所有权 并承诺每年投入球队的费用不低于800万元 广州足球的春天似乎到来了 广州足球终于结束了足协托管的模式 以一种职业足球的模式开始了新的一年 连赛也换了名字 甲币换成了中甲 经过了2003年的锻炼 广州队开始稳定下来 球队的水平处于上升期 但是球队显然还没有具备冲超的能力 更多的时候 他们像一个机会主义者 冲超的目标只是有机会没把握 05年球队的情况没有太大的变化 以本地球员为班迪 加上无有所知的外援 广州队在一点点的进步 两年第四名的成绩 是一批广州年轻的球员成长了起来 日之全时期的广州足球 依然离不开政府的支持 政府的牵线搭桥 每年为广州队至少解决了500万元的赞助费 尽管这两年没有冲超 但这却是许多广州队队员最开心的日子 球队在卖超的带领下 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团结 日之全时期的广州足球 正义最大的是有很大一部分人 认为日之全集团不肯投入更多的钱去搞足球 一个民营企业在没有得到政府更多的优惠政策时 是不会拿出更多的钱去投入足球的 而且足球缺乏造学功能 只能以一种广告再提的面貌出现 再加上04年05年 中国职业足球的环境处于低谷 各足球俱乐部都在压缩投入 所以日之全对于冲超的态度并不明朗 05年与04年相比 球队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首先是俱乐部老板与主教练的分歧 老板觉得主教练权力过大 对球队失去了控制力 而教练认为这是一个主教练应有的权力 在权力分歧的背后 还有一些因素使分歧突变为一种无法解决的矛盾 杨教练骆托曾作为广州与李昂体育交流的一位 一部分来到广州队 技术顾问的身份更像是一名主教练随时的接任者 没有任何一名主教练能够接受更衣势力的权力被削弱 所以日之全于广州足球的蜜月期就要走到尽头了 很遗憾这两年球队不但没有进步 而且两年保持着全市民 也就是说我前三名交给他以后 不但没有超过我原来的水平 反而下降了一个名次 这点广州市民不满意 市委市政府不满意 我们本人也不满意 我们本人也要挤一挤本身 就这么个情况 也就是说日之全尽了他的力量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 他难以把这支球队带到我们预定的目标的境地 这点也是事实 冲巢的目标没有完成 所有的解释都无济于事 在日之全还没有退出的时候 其实政府遭遇一个更大的投资者谈好了合作的一项 所有的热闹总会有平静的一天 看着热情的球迷 依然在每一个主场后夹道欢送球队离去 我常常会因为他们的热情而感动 但是可爱的球迷无法预知广州足球的未来 当他们知道的时候 其实一切早已尘埃落定了 2005年底 广州医药集团正式借过广州足球 这个年销售额约200亿元的巨无霸企业 以一种高姿态出现在广州足球新的历史上 这也是广州足球与国有企业的第一次亲密接触 在俱乐部成立大会上 广州对新任主教练契务生把启动仪式的木棍给折断了 有人说这看来是一个不好的兆头 冲超悬了 当时谁也没有在意 只是当成了一个玩笑 但是一年之后 玩笑却不幸严重 我从来不相信所谓的宿命 但是在广耀集团接手的过程中 球队错过了联赛的准备期 却是个事实 在联赛即将开始的日子里 我喜欢静静地俯瞰山脚下 这块巨大的草坪 常常想到这样一个问题 有钱就能解决广州足球最根本的问题吗 想了很久没有答案 但是有一点是很明确的 有了资金上的保障 广州足球就有了旧冒幻青年的一种可能 考验开始了 联赛的进程并不像想象中的顺利 球队内部不够团结 外团水平并不理想 主教练气务生受到了质疑 重重的压力之下 气务生终于在一次训练中大发雷霆 外人也只能生闻气 因为他知道自己的饭碗钻在助教练的手中 足球犬从来就是一个江湖 有着自己的潜规则 当守门员以为的失误被主教练认定为不正常时 假球成为一种习惯性的猜测 没有证据的猜测只能用江湖中的规矩来解决 守门员再也没有机会上场比赛 这是一个没有答案的秘密 只有当事人才清楚 这是一个误会还是一次正确的处罚 但是队员在这些不能公开的秘密中 心态失去了平衡 猜疑使球队失去了团结 而球队的成绩也每况愈下 从联赛的领先者到冲超的竞争者 再到一个追赶者 最后提前退出竞争的行列 短短一年时间巨大的希望迅速的破灭 所有的问题堆积在一起 即使到2006年在即结束也没有解决 当2006年已经结束的时候 我回顾这一年发生的一切 忽然发觉这一年时间 主教练齐武生的头发白了许多 对于一个老人我们还能苛求些什么呢 但是总要有人为这一年冲超失败负上责任 所以齐武生走了 生活总要继续 当2006年冲超失败的事实已经不可避免是 换主教练成为所有人的共识 但是有人走了就一定有人来 给绝对 如歌 Hulk 比较少ino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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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 2007年的第一天 一家从北京飞来的航班 把一个叫沈祥福的人带到了广州 他就是广州医药队的新任主教练 沈湘福在国内足球圈里有着不错的口碑 带过国奥队与中超球队 这些精力让他有足够的声望来指教一支中甲球队 留给沈湘福的似乎是一个宽广的天地 但是那些貌似平坦的道路布满了经济 2007年春节前一个天气不错的日子 广州医药队来到一个叫海杠的地方激情 这是一个高原 但是美丽的环境并不能让沈湘福心平气 这是我说 足球是竞技 是比胜负 现在你们都是光一阶阶阶 那种基本技术 那种特别盲目的失误 让人看着外部都笑话 你自己就没面子 自己就对自己严格要求 可能我现在说你没面子 你要知道这个 你过去你就好好练 这就是竞争 那下一步我们还比赛呢 比赛我们还取胜呢 对于自己 对于自己今后的训练要严格要求 你传不好你就觉得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 你这才能提高 足球场就是这样 就是这么残酷 我这严厉 严厉 严厉是为了你为球队 这是上高原后的第一堂训练课 就像过去 我的足球生活又开始了 中假联赛的开幕式就在我眼下的这块草地进行 热闹的仪式因为逛妖队带来了好运 两连胜 两连胜 连赛又有了一个好的开局 真正的考验 来自冲超对手 成都 谢飞联队的挑战 0比0的比分看似大了平手 但是从双方赛后的表情上看 广耀队却是失败者 这是广耀队在07赛季遭遇的第一个挫折 在球场边上我听到了一些对于球队失望的言论 但是当所有人都离开球场时 我想问题可能来得越早越好 毕竟连赛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估计大多数球迷也是这么想的 当我看到更多球迷一次一次的出现在越秀山体育场的时候 球队有了最强有力的支持 被成都期非联队逼停之后 球队的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广耀队迎来了联赛第一个高潮 取得了六连胜 正是球队进入了良性发展的轨道 队员们的信心在联赛的磨研中显露出来了 但是信心膨胀的背后也潜伏着危机 面对有大学生组成的北京理工队时 广耀队的问题开始暴露出来 千敌是他们最终没能拿下对手 丢掉应该得到的分数倒不可怕 可怕的是因为轻敌是比赛内容失去了一支冲超球队应该具备的水平 所以我们其实对我今天的表现 从场上的这种性质品质 到整体战略要求 是年载到现在打得最差的一场球 表现非常不好 虽然回去我们会很好地去总结 虽然一个3比3的平局并没有让球队在冲超的竞争中落后太多 但是比赛的过程遭到了一些平面媒体眼里的批评 面对舆论压力 沈香福选择了反击 作为爱国者这场比赛 我刚才我说了 首先我检查我自己 这支球队如果是三条线脱节 就是看来我还是没有组织好 第二个方面可能是在临场指挥 临场指挥上我觉得可能在这方面我有误 有误在哪 3比2以后 应该换人 不是 3比2以后被动的改变了战术打法 最后是让人扳回一个球 如果结果没扳回来 那可能认为这又是正确的 因为临场指挥就是在最终足球 就是竞技体育就是一个结果 来说明你是对还是不对 但最终我们丢掉一个球 那就是错了 沈香福选择了电视媒体 发表了他的一些言论 也表示对于一些报纸评论不满 这是广州足球历史上 媒体与球队至今 一次严重的冲突 所以我说呢 怎么一个舆论导向 所以我现在心情啊 包括今后我在广州这段工作心情 我特别愿意对着电视镜头 对着这个摄像镜头 因为我所说的的话 每一句话和每一个字跑不掉 包括我的表情 所以我最端心的就是什么呢 给球队给球员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 原本在北里公身上失分的问题还在解决 舆论的重压下 球队在许多方面出现了问题 一周后 在与另一个冲超对手 江苏顺天的比赛中 中场核心徐亮 与后防中间奥里维拉 在场上发生了争执 而沈相扶也因为不满裁判的判法 冲进场内与裁判发生争执 最后被处罚停在三场 尽管在三万名球迷的助威生中 光耀队艰难地取得了胜利 但是球队的问题似乎越来越严重 接下来在课场被弱旅哈尔滨逼平 广耀队陷入一个低谷 幸运的 这是上半年联赛的最后一场比赛 联赛进入一个月的剪辑期 广耀队获得了一个喘息的机会 对于沈相扶来说 这是一段艰难的时间 总结上半年的得失 平息内部的矛盾 完成下半年比赛的计划 没有比赛的日子 对于心理上的压力更难以承受 下半年最关键的一场比赛 无疑是客场挑战竞争对手成都谢费联 在第一回合交手中 广耀队被对手逼平 遭遇到球队的第一次挫败 这是一次复仇之战 一开场广耀队就以其人之道还至其人之身 猛攻对手并有了收获 阿米雷斯为广耀队取得领先 接着许亮又有一几漂亮的任意球将胜利牢牢的揣在手中 再后队员们把球衣送给了远赴成都主阵的球迷 尽管这时广州医药队还有很多的路要走 冲超也没有最后完成 但是大家的亲力都清楚 冲超一定没有更大的困难了 胜利后的休息室里球员是最放松的 这是一场特殊的胜利 对员们尽情的拥抱和庆祝 因为一场关键比赛的胜利 正因为过去矛盾分歧的化解 当希望的实现一步步靠近的时候 广耀队没有再犯同样的错误 接下来的无偿比赛 每场比赛至少都有三个进球 一直准中超的队伍已经诞生 冲超只是一个时间上的问题 悬念只剩下广耀队能够提前几轮冲上中超 这一天终于到了 科场对阵上海七头星 凭借着高明的一个进球 广耀队提前三轮完成了他们的冲超目标 没得到之前就很渴望 很想得到 就比较激动一点 但是当你得到那一刻 还是那么平静一点 没有想象之中那么静静 当这些努力得到收获时 置身与其中的人反而平静了 只是旁观者才会更能清楚地 看到等待的煎熬和过程中的坚信 冲超目标实现的时候 联赛还没有结束 这是冲超成功后的第一个主场 重回月秀山 广耀队收获的是一锦还乡的鲁鱼 在此爆满的月秀山似乎开始了一次庆典 但是因为一个特殊的对手 庆典推后 这九十分钟更像是一次复仇 一次弥补自己过时的机会 因为对手就是在上半年 给广耀队造成一次巨大危机的 北京理工队 明云经常捉弄人 先进球的竟然是这支学生军 这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对手 每一场比赛都会全力以赴 他们身上有中国足球最需要的拼搏精神 当广耀队顽强地把比分搬平时 北京理工再一次用一个进球 证明足球场上有着任何的可能 而此时的广耀队 已经不是半年前那支轻敌的队伍 他们没有再犯同样的错误 比分锁定在4比2 广耀队用一场漂亮的胜利 再拉开轻敌的区目 当一支团结的球队呈现在三万多现场球迷面前的时候 这一年工作的艰辛才有了更多的感触 连来的比赛 现在这场比赛 看到我们这场比赛都拖军了 今天我们已经冲出了 按理解队员没有必要在场上的队拼 就说这很容易就张了 明年还有联赛 所以说我觉得今天大家可以看见我们新墨今天 开始的就是我们做完最难就可以 所以说我觉得主要今年 这场比赛是我们的新墨量比赛 我觉得最完结的意思 中夏联赛的最后雨季 月球山皮红挂入 这已经不是一场红武比赛 真正的清战还是 比渔场所无虚席 球场外还聚集着大批的球迷 广州市委书记朱晓丹也来了 职业联赛之初 广州火爆的球士又回来了 球迷以各种的方式 表达着自己的喜悦 外员们一架大小出动 拍照留念 享受着一次足球的聚会 没有人会给这场圣殿制造账卖 哪怕是客队 光耀队以4比0大胜对手 胜利将清典的高潮点燃 当中甲联赛冠军的奖杯高高举起 宣告了一个旧时代的结束 也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那些满天飞舞的彩带和七彩的烟火 将月秀山变成欢乐的海洋 所有人都有足够的理由盲还 因为他们已经等了太久太久 我将这张照片收入我的足球画册 纪念一段并不平坦的岁月 以后这一幕会成为这座城市足球的集体记忆 说到这里 故事似乎也来结束了 今天我讲述的只是一些记忆的片段 这些记忆无法定义 就像同一件事 大家的感受是有差别的 原谅我的啰嗦 刚才说到的一切 仅仅是一个球迷关于足球的叙述 我想我还会继续关注我眼前的这块草地 发生的一切 并记录下来讲给大家听 只要大家喜欢